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脆嫩鲜爽 新香纯美 螺肉风鱼细腻 味道鲜美 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 它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和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是典型的高蛋白 低脂肪 高钙质的天然动物性保健食品 这一道佳肴 蛋白质含量丰富 螺肉爽口 味道鲜美 适合各类人群食用 制作蛋糟香螺片 主要用到净香螺肉250克 辅料上 需要冬笋25克 香菇25克 生姜末0.5克 西芹100克 胡萝卜5克 调料 有红糟15克 食用盐1克 味精3克 白糖10克 料酒15克 上汤30克 淀粉10克 香油3克 熟食油25克 第一步 将香螺肉尾部切除 取污 洗净 用刀背轻拍几下 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 香螺肉片的厚薄要化一始终 太厚不易炒熟 太薄则不脆易老 第二步 香菇 冬笋 萝卜 西芹洗净 切成薄片 葱洗净 切成马蹄片 生姜切成细丝 第三步 剁糟 将红糟止于砧板剁碎 使红糟更加细腻 烹调时能更好地渗透进食材中 第四步 锅在内放入适量的清水 将切好的香螺片放入锅里 攒好后捞起 瀝干水分 冬笋 冬笋片 香菇片 西芹片 则放入烧开的废水中 串熟备用 第五步 在容器中 加入适量上汤 料酒 味精 白糖 盐 冬笋 香菇 姜 葱 葱 淀粉 搅拌均匀 调成卤汁備用 第六步 烧作翻炒后 烧作翻炒后 立即离火淋上香油 用超好的西芹芹片做点缀 用超好的西芹片做点缀 装入盘中 一道鲜美醇香的淡糟香 一道鲜美醇香的淡糟香螺片就这样做好了 象牙白的螺肉片上 淡装着英红的糟汁 卷起的螺片 如同牡丹花般盛开 令人叹为观止 是敏菜的经典代表作